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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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过程中如果任何人有其他的问题也可以在留言区留言 OK 好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还是不免数的要自我介绍一下 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顾玲杰 那之前我主要的经验是在政府单位的资安部门 那后续移动到网通单位的资安部门 那后来又移动到生计产业 那我目前也是资策会的外聘讲师 那我也曾经在资安大会上面演讲过两次 那也有主管过一些期刊 好 那今天我不是重点 所以我们就直接进入正题吧 好 来 第一个问题 考试 请问这是什么 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知道的可以直接在留言区域回复 说错的也没关系 好 看起来大家好像都不太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那再给大家另外一个提示 有没有看过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是注册什么的画面 有没有看到底下有Facebook 对 没错 FB 是 这是注册FB的画面 那刚刚第一张图大家所看到的是 FB针对它的使用者的隐私政策 所以大家都还没有看过隐私政策 就很开心的上传了自己的照片 Po了自己的位置 分享自己的想法等等 那这些资讯后续将被如何使用 都会在这个隐私政策里面所去提到 OK 所以呢 很明显大家在上传这些资讯的时候 其实都还没有真的进去点过 这个隐私的政策的内容去看过 你的资料将如何被收集 如何被处理 如何被应用 以及如何被销毁等等 好 没关系 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 全球社群媒体的使用率的占比 那这是一张全球的地图 台湾属于东亚 东亚这边的话呢 我们占了29.4% OK 所以我们占全球社群媒体 使用者数量的29.4% 其实相较于北美 南美 欧洲来看的话 其实这个数量是蛮高的 好 那如果我们再来看一下台湾呢 台湾社群媒体的使用人数 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的总人数 大约在2400万人 那我们所拥有的手机联网 这种4G联网 3G联网 5G联网 这种装置加起来大概有3000个 那占我们整体人口的125.7% 换句话说 每个人平均有不止一支的联网设备跟装置 那我们总共的总人口数 可以接触到网络的有2100万人左右 那当中使用社群媒体的就占了2000万人 换句话说 84.5%的人口在台湾都有使用社群媒体 所以社群媒体其实使用量在台湾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怎么样 大家平常是用什么样的装置去上网 那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名的上网装置就是 手机 智慧型手机 占了95.1% 那第二名是笔电 第三名是平板 OK 平板占了42.3% 那手机占了95.1% 换句话说 我们平常最常上网的装置是手机 但是你的手机上安装的软体是安全的吗 你的设定是安全的吗 你用了这么多的上网时间在手机上面 但是你上网这个装置是不是安全的 那撇开手机不看桌机或笔电呢 你的桌机或笔电平常用网页版在登入LINE 登入Facebook Instagram的时候 这些设定是安全的吗 那再来就是平板的装置也是一样 那这边有提到说 34.8%的人呢 是拥有所谓的智慧型手表的 OK 好 国人上网习惯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国人上网习惯 第一 我们平常花在网络的时间 就占了我们7个小时14分 换句话说 你一天里面有快要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上网 而你大部分上网所使用的装置 都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智慧型手机 那国人上网的主要用途是什么 很压抑的第一名是寻找资讯 而不是社群媒体 OK 但是第二名就是跟亲朋好友保持连续 所以这边可能就是社群媒体 跟通讯软体等等 那第三个呢就是看影片 看剧看影片看电影等等 OK 好 那我们再带我们到一个比较细微的 这个刻意度来看 我们平常使用社群媒体都在做哪些事情呢 首先社群媒体的使用量在我们总人口的84.5% 而我们平均花在社群媒体上每天的时间呢 是两个小时 但我相信很多人是不止两个小时 这是平均值 那男女比来看 性别来看的话 女生平均花在社群媒体的时间 会比男生来得多 那我们为什么要使用社群媒体 我们主要的目的 第一名就是跟亲朋好友保持联系 第二名叫杀时间 第三名就是看看现在在流行什么 现在的话题是什么 那国人最常使用的社群媒体平台是什么 第一名LINE 第二名Facebook 第三名Instagram 在座的各位有没有没有这三个的 如果没有这三个的我会很压抑 对 好 那第四名就是Facebook Messenger 第五名就是TikTok 抖音 OK 好 那我们平常用Facebook在做什么呢 平常我们用Facebook 我们一天至少会播2.45条发文 那我们可能会上传照片 我们可能上传影片 我们可能会有连结 我们可能会分享一些其他的东西等等 那从这个调查表看来呢 其实我们分享连结的这个比例 占我们所有发文的40.85% 换句话说 我们分享连结的比例是很高的 你也很常在社群媒体上去点击一些连结 那第二高的就是分享这些照片 在你的TLN当中分享你的生活照啊 分享你去哪里玩啊 分享你参加什么活动啊等等 OK 那影片的话就是占第三高的 那最后一个就是发一个动态消息说 我现在在做什么事 主要是一个动态的更新 好 讲了这么多 如果我们把它当到手机上面来看的话 第一名使用的APP就是LINE 第二名Facebook 第三名是Facebook Messenger 那在Instagram前面 偷偷被插入了一个Shopee OK 所以我相信大家使用手机也是很常 会在手机上面去做购物的 OK 好 那我们使用了那么多的社群媒体 那么多的APP 在不同的装置上面使用它 是不是接触面很广 而你在这个虚拟世界可以接触到的人事物也非常的广 但是在这么接触这么广的这个虚拟世界里面 其实有非常多的威胁跟隐藏的风险 那这边列出有八个 第一个是隐私的侵犯 第二个是各式的诈骗 第三个是网路上面充斥的各种的钓鱼邮件 钓鱼连结 钓鱼手法等等 在你的账号也有可能被窃取 那还有恶意城市 尾帽身份 一些假消息 甚至是网路霸凌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在使用社群媒体的时候 会常见到也可能经常碰到 但是你忽然不知的一些威胁 好社群媒体是不是一定就安全呢 因为我们在上面放了很多的个人资讯嘛 分享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地点 我们的想法等等 那他们有没有尽他们的责任 帮我们保护我们上传的这些资料 这是从2016年到2023年 一些比较重大的社群媒体的治安事件 2016年的时候 LinkedIn被骇客攻击 那他偷走了非常多的这些密码跟账户 他这边一共偷走了一亿一千七百万的 LinkedIn的这些密码 2017年的时候 另外一个社群传统平台Vivo 也被到了3.12T的这些所被上传的这些Data OK 那Vivo他之所以会泄露这些资讯 底下有一个小小截图的新闻 是因为他的员工送了钓鱼的骗局 然后导致他的账密外泄 然后骇客就利用他的账密 进去Vivo后台把资料捞出来 2020年的时候 Twitter有130个这种名人的账户 或是这种网红的账户被盗用 然后被盗用之后呢 骇客把它拿来当作是比特币的一个骗局 然后呢利用他们的账户来发文 诱拐被害者加入一些投资 或者是汇钱或是捐款等等 然后借此获得了非常多的比特币 2022年的时候WhatsApp也曾经被攻击过 那他有500米的user的这些记录都外泄了 500米就是5亿 5亿笔的使用者记录都外泄 那Apple跟Meta 其实Apple跟Meta他们的资安 大家觉得说Apple资安做的应该不错 Meta也是常在改进他的资安 那他为什么也出事呢 因为他也被社交工程攻击 但是他不是在网路上被社交工程攻击 而是他是被假的检调单位 要求提供这些资料 而他就提供出去了 或许当时的这个验证机制没有那么完善 导致他的资料被假的检调给捞走了 那2023年的时候 国外的这个社群媒体平台Reddit也被攻击 那原因也是他的员工中了钓鱼攻击 然后骇客借此拿到了他们的一些凭证 然后进去捞资料 那我们来看一下隐私的侵犯 这个调查很有趣 这个调查是从2020年到2022年 一个机构叫做insider intelligence 他针对美国的使用者去做了一个survey 那他问他说你觉得这些社群媒体平台 有没有在保护你的隐私跟你的资料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大的趋势 就是从2020到2022 不管是哪一个社群媒体平台 他们的百分比都是在往下掉的 第一名的LinkedIn从50%掉到47%到31% 那Snapchat从46%到35%到29% 那很有趣的是Facebook一直都在最后一名 OK 所以大家其实随着时间过去 越来越不相信他们的资料跟隐私会被保护好 会有这些社群平台把它做一个保护 然后可以安心的交给他 但是这有阻止人们停止 有吗 对但是大家心里好像都觉得说 我知道上海上海东西不安全 但是为什么还需做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好我们来看一个影片 这个影片是欧盟那边拍的影片 它是在宣导说你在上网的时候要注意哪些事情 它其实只有背景音讯而已 是在宣导说 不是说的 好 那這個影片大家可以專心看一下 等一下有問題要詢問大家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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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剛剛的第二個影片當中有看到哪些資訊 有人嗎?姓名、地址、電話、證號、生日、信用卡、卡號、照片、曝露個子很好 地址被定位很好 這些都是很棒的資訊也很棒的回答 所以我們從剛剛他的這個影片當中 其實我們可以發現他的姓名、性別、生日、地址 有可能是身份证字号 有可能是毕业证书的号码等等 那还有他的信用卡咨询 OK 这是从影片当中直接可以看到的嘛 那间接上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间接上我们可以知道 他去了哪一间学校 他的生活范围是什么 他的行踪在哪 他的地理位置 兴趣很好 喜欢的商品类型 他开什么样的车子 或是他车号是多少等等 OK 这些可能是在不经意的情况下 所透露出来的讯息 有些人会喜欢晚上去运动 那运动的时候 他可能会有那个手表 会侦测他跑得多远 然后甚至会有一个GPS的地图等等 那如果今天我发现 这个人常常在某一个国小的操场跑步 我可不可以合理的推断 他就住在这个国小附近 而且他每个礼拜三晚上都去 如果我要堵他 我可不可以礼拜三晚上去那边堵他 如果我要对他做什么事的话 其实你的行踪是暴露的 OK 行为模式这些也都是 所以其实 在社群媒体上分享的很多资讯 在不知不觉下 其实我们在告诉 可以接触到你社群媒体的 这个贴文的一些朋友 或是大众等等 你的行为是什么 你的喜好是什么 你可能住在哪 或者你的活动范围在哪 你开什么样的车子等等 而以往这些资讯你会在 刚跟别人见面 甚至不认识这个人的时候 提供这些资讯给他吗 或许不会吧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些资讯也是谁告诉我们的 其实都是 这个破文的 打卡的 这个使用者 他自己去做的一个揭露 OK 但或许他揭露的当下 他是要炫耀 我得到了一个这个礼物 我生日好多人帮我亲身 我今天好用功 好努力 我今天很棒 我跑了三公里 五公里 十公里 等等 OK 好 那针对隐私技术面 你可以这么做 首先了解每一个社群媒体平台 或通讯软体的隐私跟安全设置 因为通常在这种隐私的账户设置上面呢 他在设定账户这个里面 一定会有相关的安全性 或隐私的设定可以去调 然后想一下 你每次发文 破动态的时候 你希望谁可以看到这个东西 这个资料有没有机敏性 有没有敏感性 那你希望他们看到什么样的一个内容 OK 另外就是定期检查你的安全跟隐私的设定 因为这类的更新 这类的功能常常会去做一个更新 比如说Facebook改版 Instagram改版 或是他有一个重大升级 他的隐私权的设定方式可能就改变 他所谓的预设隐私设定 可能会跟之前的预设隐私设定 或是你自己调整过的隐私设定 有所不同 所以这些要定期去检查去看 有没有什么更改 那行为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一旦放上网络的东西 它就不会消失了 OK 所以What goes online stays online 你在网上发文的时候 你可能觉得 我现在发了一个文 那就是我现在开心 有人帮我亲生 很棒 那或者是我现在很不爽 某个政党 或是我现在对某件政治事件很不开心 然后我就放在上面 虽然有言论自由 没错 但是你难保这个东西 以后会不会被拿来对你不利 又或者是说你未来的雇主 会不会去看你的linkedin 去看你的facebook 去看什么东西 如果他发现你的政党立场跟他不一样 或者是他发现你曾经骂过你的前主管等等 这些东西会不会在未来被用来对你不利 这其实都是要思考的 因为其实社群媒体这种东西是一个双面人 你可以快速的接触到非常多的人 但是你真的知道这些人是谁吗 那你放上网的东西 它就不会消失了 所以你要非常注意 你放上去是放的是什么样的东西 那很多的社群媒体上 他都有一个关于我 关于我通常是悬填 他不会要你填那些资料 必填 必填大概只有使用者名称吧 然后或者是email等等 那你也可以选择要不要公开你的email 所以很多东西其实你可以不用填的 那facebook上面就有非常多的栏位 比如说你的姓名 出现年月日 毕业的学校 居住在什么城市等等 是不是in a relationship 是不是现在是有男女朋友 甚至是结婚的 你的家人有谁 兄弟姐妹有谁等等 那些都可以填得很完整 那刚使用facebook facebook刚出来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填得很勤奋 那所以你只要可以跟这个人 加到facebook好友 其实他的祖宗18代 他家里有谁 你大概都知道 OK 那其实这个就是过多的资讯的一个暴露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可以想一下说 你在发文以前 你要把虚拟的世界跟现实世界 做一个连结 在现实世界中 我现在要讲出去的这些东西 我是会跟谁讲的 我会跟所有人都讲吗 我跟不熟的朋友也会讲吗 那如果不会的话 为什么我现在发出去的这个贴文 是针对我所有的朋友 针对我所有的朋友 OK 这就是资讯过度分享 然后呢 他们所拥有的权限也过大 OK 那值得注意的是 Twitter他的预设的这个情况 那个devolved setting 他是推文 基本上是对所有人都开放的 所以你要记得去做一个更改 才不会你每次发的推特推文 都是所有人都看得到的 OK 任何都在网路上的东西 基本上上传上去以后 它就不会消失了 因为你可能上来到facebook 可是facebook又把它备份到哪边去 然后那边可能又被第三方 拿去做研究去用等等 那之后你的资讯 基本上就是一直在网路上面 去做流通 好 那这边问你 在座各位一个问题 你们可不可以 或愿不愿意 在留言区跟大家分享 你家人有谁 你叫什么名字 你毕业于什么学校 你平常在哪里慢跑 你住在哪 你的朋友有谁 你的生日是什么 有没有愿意现在把这些资讯 分享在留言区的 通常如果被这样要求 你第一个感觉就是 Why 为什么 你say 我为什么要跟你讲 不舒服 这是我的隐私 虽然说跟你讲好像也没有少一块肉 但是我有权利不告诉你 OK 这就是隐私权 这就是隐私 隐私不是说 我不是 我不重要 我只是 Nobody 我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所以我不用太在乎 没关系 但是如果今天我用这种方式说 那你可不可以跟我讲 你这些资讯 甚至说 你开的车子是什么信号 你在哪里上班 你年薪多少钱 你暑假也要去哪里玩吗 人家会觉得说你问太多了 但是这是我主动去问 但是如果变成是你自己在网上po的话呢 那我们会觉得如果人家主动来问 你会觉得说 哦 我很被冒犯 我觉得我不想跟你讲你谁啊 关你批事 对对 那这样的话基本上你就有防备性 但是为什么把情景搬到社群没去你的世界的时候 你的防备性就没了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就会觉得说 对啊 我们全家出去玩 我们去巴黎岛玩 拍个照 耶 打卡 OK 我知道你家现在没人 我知道你们全家都去了 然后呢 你可能说 啊 剩三天的旅行就要结束了 你还有三天才会回来 闯空门 Maybe Possible OK 所以呢 大家可以想一下 隐私到底是什么 对你来讲隐私重不重要 那隐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好 社群媒体常见会写第二个 各式的诈骗 这边是一个爱情的诈骗 我们常常听到那个工程师被骗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 这样不是一个 这是一个偏薄的报道 工程师不是常常被骗 而是工程师可能花比较多的时间 在社群网路上 加上他工作又比较忙 那他工作忙的情况下 他可能不会特别去注意一些小细节 好 这是联合报的一个新闻 在右手边 我把一些关键字给标出来了 第一个关键字叫做爱情诈骗的受害者 不只损失金钱 他可能还会交出他银行账户 那或者是他银行账户会被用作洗钱 然后他反而还被列为被告 对 他被利用了 然后他还要被告 所以他可能资助他们洗钱 很可怜 OK 那这种网路上面的诈骗其实他有一些特征 第一个特征就是你多半没有看过当事人 然后你们是在网路上面所认识的 然后最后他通常会要你交出你的银行账户或是身份证 那怎么认识的 恭喜你 社交媒体 社群媒体 Tinder 各种奇怪的软体都有 OK 那为什么会在这上面去做认识 因为上面他可以在一个地方同时做好几个账户 同时接触很多个人 我相信很多人应该会碰过一些不认识的人敲你 希望加你好友 或者是传讯息给你等等 最近我还收到有一个他要offer我一个工作在英国 对 然后请我把CV寄过去 那奇怪啊 我不记得我在英国的任何一个社群网站 或者是求职网站有开我的连结 或是开我的portfolio 那为什么他会有我的whatsapp账号 为什么他会有whatsapp的号码 非常奇怪 那你说CV过去 有工作机会为什么不要来国外工作 但是我CV都是我的一些个人资料 为什么我要提供 所以我马上去查证 他要我提供的是什么公司 他有开这样的职缺吗 没有 奇怪 没有开这样的职缺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讯息 这个人是谁 他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他的whatsapp username是什么 直接上网的时候 马上诈骗 因为他们在收集个资 OK 但如果你很开心 想说国外的公司 我一直都想到海外上班 然后你就直接把CV给出去的话 公司你的个子又出去了 那他们拿到你的个子之后 他可以做非常多的后续的诈骗行为 可以去针对你的名义 去发掉邮件 用你的名义去找工作等等 反正有非常多后续的行为可以去做 OK 好 回到爱情诈骗 爱情诈骗这边 他常常假扮的是战地的军官 之前很多什么联合国的派出哪里的军官 军医 联合国官员 然后他们因为要避掉这些洗钱的问题 所以他可能就会寄送包裹或是礼物 或者是他会用结婚基金为理由 介绍你很多投资管道去做诈骗 基本上这些诈骗到最后 他要的就是金钱 OK 他要的就是钱 但是他会花很长的时间 去给你培养感情 让你相信你们的爱情是真的 OK 那通常如果你没有空交男女朋友 这时候有一个人主动对你示好 然后对你很好 每天都跟你聊天 跟你把钢筋的话 其实你的心房就会慢慢的被卸掉 所以现在标注红字的右边这个部分 全部都是 就是如果你看到这些 听到这些 有人在网络上跟你讲这些的话 这些都是一个reflect 这些都是你要注意的 这些都是有可能导致你被骗的一些关键字 那再来另外一种诈骗 投资诈骗 虚拟货币的出现 其实让投资诈骗非常的长绝 那很多都是透过网络上 那这个是截至中央社的一个 这是截至中央社的一个报道 这个有一位女子 她已经被投资诈骗了200万台币 那她后来想要把这个追回来 所以她又在网络上面认识了另外一个制程可以帮她追回来的 但是她要先付68万 那她差一点点 又要再付68万 给另外一位网络上面的骗子 OK 那为什么她会觉得可以追回来呢 因为她看到有人分享有成功追讨回来的案例 OK 请问你在网络上看到有人分享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 有多少人会去思考 我看有人分享这个好像很好用 这个不错 这个很多人买 你怎么知道真的很多人买 你怎么知道这个真的很好用 这是谁讲的 都是网络上这个人自己讲的 那她可不可以常见三四个账号 那她怎么知道 她怎么知道这个是真的假的 通常都是这个人或这个账户或这个业者 她自行创造出来自己的观众 然后呢去灌税 去做一些虚假的事情 因为在网络上很多真真假假 其实你不知道 但是大部分人会觉得说 哦好多人都在分享这个哦 那这个应该是真的吧 但是可能他们说现在有活动 你只要分享这则贴文 就有机会抽中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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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最后有没有人抽中 有人真的去追吗 maybe 可能根本没有 或者是真的有 但是你可能觉得 反正我没有被通知嘛 那这就没中 但是恭喜你 你已经帮他把这则贴文分享出去了 OK 所以网络的世界其实真真假假 如果有一个东西 它看起来就是 哇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东西 那通常这种东西就是假的 OK 投资诈骗 其实根据FBI去年的统计 它又来到了一个历史的新高 去年 2022年美国因为投资诈骗损失了33.1亿美元 相较于2021年其实有127个百分点的成长 这是非常非常多的 那通常受害者年龄接到30到49岁 那有些人甚至不惜背负贷款来做投资 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那他们这些投资的手法很简单 不外乎就是比特币的挖矿啊 或是绑定虚拟钱包啊 虚拟交易所啊 或是利用被害人的社群媒体做诈骗 我偷了某个名人的社群媒体之后 我利用他的名气来吸引人家投资我这个 投资的骗局 或是假冒名人 我不用害你的账号 我用假冒就好 然后呢跟你说 某某名人现在也是用这个啊 不然你觉得他为什么赚这么多钱 你觉得他现在事业可以赚那么多钱吗 他就是因为私底下有投资这个东西嘛 OK 所以这也是有可能的 再来社群媒体常见的威胁 还有网路钓鱼 那其实社群媒体已经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用社群媒体 不论你可能是上班 你是小编 或者是你下班要跟亲密朋友保持联系 或者是你支持五条再滑IG等等 其实很多的公司行号都会利用社群媒体来拓展他的生意 增加库康度 甚至很多的业者或是摊贩会用LINE 或是用其他的东西来当做支付平台 这都是科技进步带来的便利跟好处 但是这同时也为骇客打开了一个新的大门 因为他们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途径去做诈骗 他可以透过这些途径来诱使你点击连结 或是下载一些恶意程式等等 那他可能会把你导到一个看起来很合法的社群媒体网站 但他当中可能隐藏了很多是恶意的连结 所以其实社群媒体带来什么 我们可以想一下 你平常坐在办公室坐在家会有人流吗 不会 但是你在网络上PO一个PO文 如果他走红的话 或者甚至他不用走红 你在Facebook在InstagramPO一个PO文 至少你说有可能100多个200多个300多个甚至1000多个朋友都看得到 你平常没有社群网络做的吗 做不到 物流你的资讯分享很快 很多网购都可以透过这个去卖 Facebook有Marketplace 蝦皮这些都有很多Marketplace 很多的社群媒体平台 他会把你连结到的是网络上的不同商城跟卖家 所以他也会有钱流 也会有资讯流 资讯也可以很快的去做分享 为什么当初香港的雨伞运动光荣革命 大家可以集结那么快 都是因为社群媒体通讯软体快速的资讯的流动才有办法 OK 那科技本来就是一个双眠人 你如果好好的使用的话 基本上不会有太大问题 但是就一定会有额外的这群人 他会不好的去使用 或是他会去利用这些新的这些科技 来达到一些赚钱 或是窃取一些资料的目的 所以Social Engineering社交工程 他做的是诱拐跟欺骗 然后呢 拿到你的一些敏感资讯 再拿去做有害的目的 注意哦 他不是利用技术 他用的是骗 用的是人心上的弱点 也就是说这类的攻击 不是说你买一个防火墙 或是你装了防毒软体就可以解决的 因为你装了防毒软体 你可以减少你被骗之后造成的损失 但是被骗还是被骗 根本还是要从行为跟心态上去解决 这是网路钓鱼的一个统计 那这边统计的是2023年上半年 最容易被人家假冒用来诈骗的公司行号 有哪些 第一名恭喜连速 第二名微软 第三名这个没有看过 第四名这个没看过 这都是国外的 那跟台湾比较关就是Facebook 那微软是很常假冒 发一些信给你说 你的微软账户被停权 请在两天或是20小时内 点击下方连接重新设置你的账户等等 这些都是假的 那Apple还蛮常看到 Google Amazon等等 还有PayPal 那钓鱼手法 第一个就是恶意的连接 你可能 骇客他会先设置一个恶意的连接 他已经做好一个假的网站了 那他就把这个连接撒出去 他可能可以撒到 不同的社群媒体平台 不同的Facebook 不同的Instagram Line等等 那这个传出去之后 我只要有好心的目标 去帮我点击 他就会被导向一个恶意网站 那这个网站通常是钓鱼的 他会长得跟真的很像 要你输入账号密码 比如说我今天分享一个讯息 在Line上分享一个讯息给你 然后呢 我跟你说 这是Facebook的消息 这个很劲爆 你一定要看 然后呢 你就点了这个短连接 然后点了短连接 他就打开一个新的视窗出来 请你登陆Facebook 这时候你会觉得说 哦对啊 登陆Facebook 你就打入你的Facebook账号密码 恭喜你账号密码就出去了 他可能拿到之后 他就会去登陆真正的Facebook 甚至他更坏一点 他登陆以后帮你转载 从调运网站转载到真实的网站 那你就会不由他的 对我刚刚登陆的Facebook 对啊 可是你 不是Trustwave那边提供了一个案例 他说 亲爱的顾客 因为你的账号有被 这个著作权所保护 所以呢 我们有注意到你的账号 有一些异常的行为 那我们今天看在看你的账号的时候 发现你的账号 有一些不合法的广告刊登 那如果说你要解决这件事情的话 请在48小时内赶快上来解决 不然我们就会把你的账号给杀掉 换句话说 就是哦 你的账号被人家抗议说刊登假的广告啊 或是不合法的广告啊等等 然后呢 他就会说你赶快上来去处理你的这个形象 处理你的这个账号 底下还很好心的给了你一个Facebook.com的连结 哦 看起来很真实 因为它真的是一个真的连结 而且它的确是Facebook 但是你点过去之后 它是把你带到一个公开的Facebook贴文 它把你带到公开Facebook贴文 而那个贴文里面很有恶意的连结 对那个二页连结它就会把你带到这个夹的登录网站 然后它还会跟你要求要双印子验证 如果你有开的话 它就会在这边骗取你的双印子验证密码 但是你仔细看它的上面的网址 它已经不在Facebook了 它跑去了什么 meta.forbusinessuser.xyz 这个不是Facebook的网址 对 但是因为你刚刚去的Facebook的这个 破文的这一则贴文的画面 的确是在Facebook 所以你可能就不会再一次去注意到上面的网址 这是另外一个案例 它还会跟你说 你的账号被使用在诈骗当中 请你赶快点这边来修复你的Facebook的账号 那你可能点下去之后 它就会下载二页诊识 或是又带你带到另外一个诈骗网站去 OK 第二种第二个手法就是一样提供你连结 但是这个连结呢 是会在你的电脑安装二页诊识 那安装二页诊识 通常它会在反向连出防火墙 如果你是在办公室 如果你在家里的话 根本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因为你没有防火墙 你其实就少了防火墙的这道防护 对 那基本上这样连出去之后 骇客就可以进来 然后呢在你的电脑到处找到处翻 甚至是翻你隔壁的电脑 开始在你的内网破散等等 OK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都是给骇客进来 你的安全的网路的第一个步骤 换句话说 没有这个步骤 骇客要进来是比较难的 好 那防范网路钓鱼的技术面 其实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做法 比如说你的浏览器的隐私 跟安全设定可以是比较好的 像是你把 不要带自动填入表单 不要储存密码 这些东西打勾 然后呢 把你的安全性调高 然后呢 将常用的社群媒体 加入我的最爱 比如说 你把你常用的Facebook Line啊等等的 座机版加入你的 我的最爱 你每次要使用 你就去点我的最爱 如果今天你去到一个网站 然后它看起来像Facebook 但你看你的 我的最爱的那个星星 没有亮起来 那就很奇怪 因为它应该已经在你的 最爱的网站里面 怎么没有亮 那这时候宁愿回去点 我的最爱的Facebook 再从那边登录 才会是比较安全的 OK 那再来你可以安装 仿毒软体 现在大多数的仿毒软体 其实都已经兼具 网路钓鱼的防护功能 那右边是随便接了几个 这页左边是火壶 右边是Google 那浏览器里面 其实它都自建安全的模式 那通常它都会是预设 那预设之外 如果你比较担心的话 你可以把它的保护模式调高 不论你是用Firefox 或是Google Chrome 它都有这样的一个功能 那这些侦测 就是它会去帮你看 你所连向的这个网站 是不是已知的钓鱼网站 或者是它是不是凭证过急 它是不是不是用安全方式 去做通讯等等 它就会跳出稿子 OK 但是这些技术性的防范措施 它都通常都会是最后一步 因为如果你很喜欢点的话 基本上摆密还是会有艺术 OK 所以其实最大的防范方式 还是要从心灵层面去解决 OK 那这边有六大钓鱼的防范方式 第一个就是网址跟网域的不一样 网址跟网域的不一样 就是比如说刚刚的 你在Facebook的登录画面 但是它的网址却不是出现Facebook OK 你可能要连去Twitter 但是它上面的网址却不是出现Twitter 只是萤幕画面页面看起来很像而已 那通常他们的文法跟用语会不太一样 因为他做这个假网页的时候 他或许不是讲英文的人士 他可能是用Google翻译 那如果要调台湾的民众 他可能是用简体字 因为他可能不清楚大陆跟台湾的用语的差别 那可疑的连接 你只要不确定这个连接连向哪里 你就不要去点 如果说你的Facebook被盗 你的银行账号被盗 请你透过官方网站的方式去做登入 那只要要求敏感性资讯 这永远就要让你的警觉心跳起来 只要要求信用卡 身份证 账户等等 这都是非常可疑的行为 然后再来一个很常见的就是威胁利用 会有急迫性 就像我们刚刚所看到的 你要在24小时以内 在三天以内 只要给你实现多久以内的 这种都是希望你赶快采取行动 因为你想越久 你去做的几率就会越低 所以他希望你赶快去做 OK 那还有一些就是一些比较普遍性的问候 比如说先生女士 slash女士 他不会把你指名道姓 那当然如果是针对性的攻击 他一定会指名道姓 他会把你客制化做得越像越好 如果你今天不确定 你所连到的这个网页 到底是不是有问题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网页网址复制下来 上virus total 然后点他的url 把它贴在这边按搜寻 他就会跟你说 线上的这些防毒引擎 他扫到的 看起来是正常还是不正常 多少台扫起来 他是觉得有问题的 OK 多少台是没问题的 如果你今天扫下去 都是绿色的 基本上那这个网址是安全的 如果你扫下去有出现红字 那你就要小心了 再来常见的威胁还有账号的道具 你有没有玩过线上的心理测验 询问你的宠物姓名啊 你去过的学校啊 你喜欢什么颜色啊 这些东西等等 因为这些小测验看起来很无害 但他们其实可能默默在背后 搜紧你的密码资讯 获取你的详细的一些过去的背景 因为很多这样的问题 常常被用在账户复原的时候的安全性问题 所以你可能不知 没有知觉的 没有意识的情况下 就把这样的一个资讯给交出去了 那这个让我想起以前有一部电影 叫做Now You See Me 魔术师的 他们在骗取这个老人的安全密码 那他在聊天的过程中 慢慢引导他说出 你以前是不是有一个成物 对 我记得他叫什么名字 然后名字就讲出来了 然后呢 很多他的这个安全性密码的问题 全部就被他们问走 后来他的钱 全部被这些魔术师给骗走 上号的窃取 其实大部分背后的目的跟原因 都是为了要用他这个名气 用这个名声来赚钱 OK 好 画面有卡 你们现在看到的画面是哪一个 上号窃取 是新闻画面吗 不是 是有一张图片 有人群的那个图片 好 这样 有这样 这样有跳回来 好像 好像有一点卡 现在目前是停在那个心理测验 现在OK了 现在是新闻画面 好 现在先好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三个新闻 都是在报道账号被窃取 那其实他背后都是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他希望利用这些账号 使用者或是公司原本的名气跟人脉 还有他的知名度 来买一些恶意的吸金 投资诈骗 或者是各种诈骗方式 来窃取他的这些观众的财物 OK 所以你看 宗旨这个就是窃取被盗 然后他直播比特币 希望球迷可以捐比特币 或者是投资等等 Telegram 也是这个一样的目的 那他窃取 那他希望 他透过Telegram的方式 然后去 诈骗跟诱拐被害人 然后后来被诈骗了 2100万人 那后来 白沙屯妈祖的粉砖 也被窃取 但是后来还好 这个是有被recover回来 有被救回来的这个账号 OK 当你的账号被窃取的时候 不论你是使用哪一个社群媒体平台 他都有一个地方是 你可以去回报你的账号被窃取 那那个平台 他就会去检查这个账号的 这些登录状况跟记录等等 那要防止你的账号被盗 你可以想一下 你怎么管理你的登录账号密码的 然后你想一下 你是在哪边登录 比如说你今天是在家里登录 还是在咖啡厅 你用的是公众WiFi 免费的WiFi 还是你用的是你自己的热点 你用的是家里的网络 这些都是一些 平常大家在上网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一些小细节 OK 那你用的或你登录的方式 是别人转发给你的连结吗 或是你是从一个网站 跳到另外一个网站 然后他叫你登录的吗 还是你是直接透过官方网站 自己去做登录的呢 OK 那如果你是送手机平板上网的话 登录你的账号的话 其实你不在的时候 你要记得把你的萤幕给锁住 这样别人才不会利用你的 那个社群媒体账号 来借你的名气来发文 有一个叫双印子验证 就是除了密码之外 你还需要提供另外一种的验证方式来确认 这是你本人 OK 那Facebook有提供 这边提供一个很简略的Facebook如何去做设置 它在设定和隐私底下的设定 那Meta的账号管理中心 底面的密码跟账户安全 这边就可以去测试你的双印子验证 通常它会是绑定你的手机 或者是它会是绑一个密码 额外的一个叫你点 就是点说确定这是我登录等等 OK 多因素验证这个其实大家应该蛮常听到 就是它需要三个不同的钥匙 第一把钥匙是你所知道的东西 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密码 第二把钥匙就是你所拥有的东西 比如说你的手机 某种卡片某种装置等等 或者是实体的话就是一把钥匙 第三把钥匙就是你的生物特征 比如说你的指纹 你的声纹 你的红膜 你的FaceID 你的TouchID等等 这都算 OK 所以这三个钥匙里面 其中任意两把钥匙合在一起使用的话 它就构成了MFA多因素验证的使用药诀 也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双因素验证 OK 所以你的Google 你的Facebook 你的LINE如果有开的话 通常它就会要求 要其中两样的东西 它才会让你 去做一个登录 密码有几个很重要的 第一个重要关键就是 你在不同的社群媒体平台 最好使用不同的密码 因为你一旦使用相同密码 一个社群平台的帐密外泄之后 它就会开始拿去测试你不同的社群媒体平台 所以呢 如果你是用一样的话 恭喜你 你的密码一旦失签 你所有的平台都有风险 OK 所以最好是不同平台 不同密码 而且你大部分 不同平台 其实你是使用同一个email账号 去做注册的 所以如果你又使用同样的密码的话 那其实安全性是非常低的 好 密码的设定最好是又长又复杂 但是也不要过长 OK 比如说8码大概就可以了 如果你说到16码 那就有点夸张 当然长度越长越安全 但是它也越不方便 OK 那不要使用你在社群媒体上分享的资讯 来创造你的密码 比如说我的生日是12月31号 好 那所以我的密码里面就有12月31号 这样的组合 但是我的社群媒体上又有公开我的生日是12月31号 OK 嗨客通常在试帐秘的时候一定是从跟你个人有关的资讯开始去试 你的电话号码 你的生日 你的出生年月日等等 或是你的宠物 你住哪里的各种你的蛛丝马迹 他都可以拿来构成他的密码的测试的测试表 OK 那再来就是定期更换你的密码 定期更换你的密码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是它增加它破解的难易度 因为假设你的密码是1234 然后呢可能嗨客现在测到了1233 但是刚好到了你更改密码时间了 所以呢你就把它改成1122好了 好 那他说他又刚好测到1234 恭喜你密码已经改了 所以他没有登入你的账户 但是你改的122其实是他已经测试过的密码 但他不知道你改了 所以换句话说他跑完一遍之后 他可能还是觉得说 我找不到他的密码 我登入不了 OK 那再来就是他可以减少你被盗用的时间 如果他真的刚好测到了1234 然后他登入了 可是你隔天马上把1234改掉 虽然说你可能不知道嗨客登入 那嗨客登入 他也没有去改你的密码的话 其实嗨客可能会先潜伏 然后看你的资讯 偷一些其他的东西等等 他可能不会马上更改密码 因为他一更改你的密码 你就知道你的账号被他盗用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你有定期更改密码的习惯 其实他就会被隔离在外面 时间到你更改密码 他就会被隔在外面 他就不会继续拥有存取你账号的权限 那当然现在密码很多 有些人会使用密码管理员来管理 因为你只要记得密码管理员的 这个最大的这个密码就可以了 但是这相对来说也是有一定的风险 这就要看大家怎么去衡量这件事情 社群媒体常见的威胁有包含有恶意程式 这边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这是一个叫Ducktail的恶意软件 那他之前针对LinkedIn上的7员工 去做社交工程 然后呢他去做社交工程以后 他就诱使这些员工下载了这个恶意软件 刚刚讲到说他可能用社交工程的手法 然后诱拐企业员工下载恶意程式 那这个恶意程式下载之后 他会去扫描 这个里面是不是有这些浏览器 这台电脑或是这个企业的内网里面 是不是有这些浏览器 有这些浏览器之后 他会去看里面是不是有浏览器的Cookie 那Cookie通常会用来做登录 有的话他会去看 那他有没有跟Facebook有建立连线 有的话把他投过来 那投过来之后 他就可以去存取这个企业的Facebook的官方账号 OK 但是其实如果我们仔细来看的话 他有几个点可以防范 第一个可以防范的点叫做企业员工 企业员工如果没有被社交工程攻击 所骗到的话 其实他根本进不来 那进来之后 如果你的端点防护 你的防毒软体这些够强的话 其实这样的一个二亿程式 应该是会被发现的 那第三个防线就是你的Cookie 你平常使用完社群媒体账号之后 你会不会把你的Cookie删掉 OK 如果Cookie根本不存在的话 他也投不到 OK 所以这边有一些例子 比如说你在使用Google的时候 你有没有使用无核模式 无核模式关掉的时候 基本上他会直接把你的Cookie那些都删掉 他不会储存在本机的电脑上 那火壶的话也是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设定 OK 所以其实攻击要发生有很多的一些先举的条件 很多先举的条件都是因为平常使用者没有注意 再加上他的技术面的这些管控措施 可能不到位或是没有设定好 导致这一连串的这个崩盘 OK 那有些人需要特别注意这种社交工程啊 恶意城市的攻击 那就是如果你在金融企业上班 金融业的 你是军方单位的 你接触机密资料的 很多其实他都会透过社交工程的方式 去试图取得你的账号密码 因为军事机密 金融 商业机密 这些背后代表都是钱 都是有利可图的行业 所以如果你是在这些行业上班的话 请你一定要特别提高警觉 不要什么东西都往Facebook上分享 都往Sgram上丢 OK 那尾帽身份有分两种 第一种是你的账号真的被盗了 第二种是有人成立另外一个账号 然后假冒他是你 OK 账号被盗了 他可以勒索原本的使用者 他可以利用你的名义发起活动 他可以利用你的名义带风向 他也可以利用你的名义钓鱼 去对其他人去你骗局 那假冒的账号 虽然他不能勒索你 就是说我取得你的账号 所以你现在给我多少钱 但是他还是一样可以假冒 你的这个名义带风向 发起一些活动 或者是进行调伦 那损失的呢 如果你的账号被盗 你损失的是服务中断 换句话说 你没有办法再存取你的账号 那你的生育有可能被 这个盗用你的人乱搞 导致你的生育的损失 或是你财务上面的损失 那如果是假的账号的话 他比较会造成是你生育上的损失 跟财务上的损失 那你说社群媒体 都没有在管假账号吗 或者在管包用身份吗 其实他还是有在看 像这一份是LinkedIn提供的一个报告 他上面就写说 他们从2022年下半年 他们阻挡了多少个 这些假的一些账号去做注册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其实4470万的 这些恶意的账号注册 其实在注册阶段 就已经被阻挡了 那有一千三百万的账号是 后续被呃 呃 员工 或者是被使用者发现之后 他回报给他们 那他们确认说这是有问题的 后果他们去做处置的 那再来另外一个常见的威胁 就是假消息 呃 这是之前的一些截图 卫福部之前有发一个 上次传假消息 也会发300万 那这是台电最近传的一个 台电发现有人在利用 他们的名义在传假消息 店家会涨五倍到十倍等等 还会根据时段不同的 那为什么会有假消息 第一个他有可能因为政治目的 他要带风向 选举又快到了 第二个他可能要吸引更多的人 譬如说他要增加 人家到他粉专的这个人数 或者是他要重收视率等等 再有可能是同温层的人 想要取暖 就是觉得说 我组的媒体不可信 然后他就自己截一些片段的消息 然后把它拼成一个懒人包 然后就发出去 他或许没有意识到 他截取的是片段的消息 但是看的人如果没有仔细看 他可能会以信以为真 把片段消息当成完整的事实 那这时候可能就会有问题 他得到的这个资讯 就会是假的 OK 那再也有可能是三部人 他有成就感 有些人因为透过网络 突然就变网红了 那网红喜欢夸张夸大的事情 因为他吸引流量 所以他可能就觉得说 我从默默无名 我现在就突然变成一个 很有名的网红 或者是我现在变成一个什么 对那这些他就可能就会 透过一些虚假的讯息 来吸引大家的目光 可能是很夸张的东西等等 那社群媒体 他又给了假消息 快速传播的这个媒介 因为他门槛很低 成本也很低 传播速度又很快 又没有人在监督这块 这个世界的 虚拟世界的这些机制 那再加上社群媒体 他的演算法 你习惯看飞机 他就一直给你看飞机的影片 你习惯看正媒 三不五十就有正媒的影片 出现在你的旁边 或者是出现在你接下来滑到的内容上面 那再来也是因为大家很多 可能对主流媒体的信任度下降 所以导致很多人不看主流媒体 而去看了社群媒体 对那也不是说 社群媒体上都是假消息 而是说大家要去判断说 社群媒体上面的这些消息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那如果是你可能怀疑是假的 你可以怎么做 你先停下来 想一想 然后去查验 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好 左边这个截图是国外的一个建议 他说你要考虑一下 这个消息的来源是什么 这个来源可不可信 那去看这个作者是不是真有其人 那这个作者 他到底有没有足够的知识背景 去发这样的一个文章 可能电视上很多 就是某某某专家 可是你去查他的背景 根本不是这样的一个知识背景 然后他现在却上军事评论节目 然后讲的头头是道 什么飞弹可以打什么 什么可以干嘛 有的没的 对 所以这些都要去做verify 要去验证 然后你也可能可以看一下这个时间 他是不是旧的拿来重罚 那或许是你可以看说 我是不是自己带有有偏见的 这个眼光在看这件事情 OK 所以这些很多都是可以去做判断的一个方法 那当然你也可以去询问专家 那专家 虽然他是专家 但是专家不会被骗吗 专家也是有可能被骗 所以这点还是要小心的 好 这个很有趣 这个影片是尾茂身份 加 假消息 哎不是 这个是defake 好 这些人都会不会看见到这些东西 都会不会看见到这些东西 so for instance they could have me say things like I don't know Killmonger was right or Ben Carson is in the sunken place or how about this simply President Trump is a total and complete dipshit now you see I would never say these things at least not in a public address but someone else would someone like Jordan Peele this is a dangerous time moving forward we need to be more vigilant with what we trust from the internet that's a time when we need to rely on trusted news sources it may sound basic but how we move forward in the age of information is going to b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whether we survive or whether we become some kind of fucked up dystopia 好我们先看到这边 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技术 变脸很好 变脸他可以用deepfake的技术去做变脸 那我们可以想一下 如果说他用这样的技术去做变脸 然后他再倒用这个政客真正的社群平台帐号呢 这样的可信度高不高 如果说我用变脸的技术去针对某一家公司的CEO去做变脸 对一段小视频 然后我再冒用他的身份 倒用他的账号或是成立另外一个账号 但是用他的名义的话 你觉得这样的可信度高不高 大家信的几率高不高 应该蛮高的 如果在他的Facebook Twitter都把他倒过来 然后我再发这样的一个视频 再发这样的一个影片的话 如果是公司行号 他的股价可能就会暴跌 可能突然说AT公司决定不在哪里设厂 然后我们决定要把这个企业卖掉 或是我们发现重大问题等等 那他的股价可能隔天就暴跌 那如果是国安等级呢 如果是今天是一个国家的元首的IG 的Facebook Instagram Twitter等等被盗 然后出来讲说 我们现在哪里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你觉得民众会不会信 这个信的制度就很大 所以这个破坏性是很强的 那常见的威胁还有网路霸凌 其实网路霸凌跟现实霸凌差不多 但他差的点在 因为网路上具有匿名性 匿名性往往会诱使人们产生不良的行为 因为你想说没人知道我是谁吗 我随便建一个username一个账号 我就上去发文 我就随便讲话 反正言论自由 我要呛你就呛你 我觉得说你长好丑你就很丑 但是这个东西可能它造成的伤害 是我们所看不到的 因为今天它其实跟现实的霸凌是一样 只差在说因为在虚拟的世界 你多了一层面纱 你多了一个部幕 导致人们的行为跟言行会比较的大胆 比较的口无遮拦 然后可能会没有想过就直接讲出去 所以它的破坏性其实也是很高的 如果家中有小朋友的家长的话 一定要特别注意小朋友在上网的时候 会不会有遇到网路霸凌的情况 那一定要跟小孩去做沟通 如果有的话 一定要让小孩赶快跟家长们去做反应 跟家长们才能赶快介入 然后去看到底发生的是什么样的事情 很多网路上的霸凌行为到后来发现都是 为什么你要这样讲好玩 对你的好玩一句话可能别人 他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他接受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如果今天很多人跟你说你长得很丑 你上的好烂 你不会讲你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那这些在接受的人眼中他看起来都是一个一个的人 在跟他讲这样的话 但是可能你只躲在萤幕后面的键盘 随便打的一句话 OK 那霸凌不是只有针对青少年 成人也会在网路上遭受到霸凌的 如果我们很快的整理一下 刚刚讲的几个特点 隐私权的侵犯 他可能会导致什么 他可能会导致各式的诈骗 因为我有你的隐私 我有你的个资 我可以更容易更轻易的去对你做诈骗 对你做了诈骗之后我可以获得什么 我可能可以获得你的账号 我可能可以再透过钓鱼的方式 去钓你的金钱等等 那这些东西又会导致什么 我可能也可以透过钓鱼社交工程 去买二亿城市 那我也可能去帮你的身份 最后目的还是金钱或是资料 好 那也可以透过你的尾帽身份 再去或是盗取的帐号 再去发一些虚假讯息 影响社会安定 或是带动风气等等 带动风向 那网路霸凌是唯一跟上面 稍微比较没有那么直接的 关联性的一个风险 好 那企业所面临的社群媒体风险有哪些 第一个就是他的声誉有可能受损 有人可能会在你的企业的社群媒体上 留言或发布评论 他评论就有正面跟反面 反面的就有可能去受损 所以你的企业如果有社群媒体的话 你应该要有人standby去看 有没有人对你发布一些负面的新闻 负面的评论 你是不是要去回应 或是有些企业会直接选择删掉 那你的员工 是不是在你的员工在使用社群媒体的时候 是不是会代表你的公司去使用它 又或者是说你挂着公司的社群媒体 你说你在什么公司上班 但是你在网路上发表去进言论 那这会不会影响你的公司形象 比如说如果你是某个党派的立委 某个党派的职员好了 然后你的工作的环境 或者你工作地点写的是某个党派 但是你在网路上发表的事情 你个人的观点跟想法 会不会有人去把这个跟你所代表的党派去做连结 这也是有可能的 那再来资料外泄的情况 就是公司的这个官方账号遭受入侵 那入侵之后 他又发掉邮件给员工 窃取更多的资料 那或者是你自己的Instagram Facebook 员工可能在工作场合拍照 举办活动拍照等等 那这个照片里面可能无意间 有含了一些机密的资料 那也有可能外泄 那社群平台 在企业在做使用的时候 他也有可能面临法律上的责任 他可能会被告说 你使用这张图清权 或是违反消费者保护法等等 有一些法律上的风险 这些都是企业在使用社群媒体 在做推广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的部分 好 这边有一个社群媒体的问题 男生帮我扫左边 女生帮我扫右边 它里面大概有17题 那不是媒体都有分数 但是他会根据你的回答 来帮你判断说 你目前使用社群媒体的方式 是不是安全的 OK 大家稍微花5分钟 帮我做一下这个问卷 女生帮我扫右边 男生帮我扫左边 那最后他会有一个小分数 分数越高 代表你现在的设定跟行为 是比较安全的 分数越低代表你现在所使用社群媒体 跟通讯软体的行为跟设定 是比较不安全的 它只是一个参考 大家可以试一下 那这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画面左边的是女生填的 画面右边是男生填的 女生目前有31位填这个问卷 那男生目前有36位填这个问卷 人数差不多 目前看起来大家的安全分数 男生稍微比女生高一点点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回答的如何 第一个问的是你的角色是什么 你是公司社群平台的管理者吗 还是你是一般使用者 那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些一般使用者 有一些是公司社群平台的管理者 这边特别提醒你是平台管理者的人 你的公司的账号密码 尤其针对社群平台的有没有定期去做变更 另外一个就是如果管理者离职了 或是你是接手管理者的 你有没有去变更过这个密码 因为如果离职了密码没变的话 他离职他还是可以登入公司的社群媒体 OK 这个特别注意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家使用最多的社群媒体 目前看起来 还是LINE Facebook Instagram 这是女生 男生也是LINE Facebook Instagram OK 大家在这一块也是蛮平均的 一天花在社群媒体上的时间 我看大部分人都是四个小时以下 OK 好 接下来这题问的是你在使用社群媒体的时候 你有没有开启双印字验证 OK 好 男生蛮多人都有开双印字验证 女生的话大概一半一半 OK 开的话是会比较安全 那给大家参考 好 那当然开的话使用上的方便性也会稍微比较低一点 好 你平常是使用什么装置在上社群媒体 看来大部分人都是使用手机比较多 那再来可能比较多的就是电脑 但是还是占少数 来你的手机平板是不是最新版本 看起来男生大部分好像都会更新到最新版本 女生的话就有些女生可能她还没有去更新到最新的版本 那有些也是说我不知道最新版本是多少 这是没问题的 很多的平板跟手机它其实都有一个选项叫做自动做更新 那你可以把这个选项打开 它就会自动帮你更新到最新的版本 OK 好 再来你会不会去做账号的联动 这样子就省时间 省这个 再去输入账号密码的时间跟麻烦 OK 那男生有一半的人说他会重新注册 有一半的人说他会 他会联动 但是他会先确认这个平台的网址是不是对的 那女生也是大部分人观念都是正确 他会重新注册 或者是他会去确认这个平台的网址是不是对的 好 那这个是最符合你的是 你是不是完全认识你社群平台上的朋友 那果然如大家使用习惯 其实大部分人并不是完全都认识 还是有一些人他会不认 不是完全认识社群平台上的人 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 认识跟是朋友是不是一样的 OK 这个等下可以探讨一下 好 那贴文的隐私的部分 很高兴看到大部分人都会去设定自己贴文的隐私 OK 那有少数朋友可能会发公开贴文 那这可能是他有生意上的需求等等 要增加曝光率 好 那变更密码的时间点 我看蛮多人 男生的话大部分都会三个月内会变更 那上一次变更密码 可能比较没有注意到朋友他会选择是我忘了 那就是可能很久没有变更了 可能今天回去可以想着去变更一下 OK 好 这边的话我会检查社群媒体使用的APP有哪些权限 然后看判断是否符合很高兴看到过半的参与者都是选这个答案 那有些是偶尔会去检查有检查就不错了我觉得 对很多使用者是反正我先下载大家都用嘛我就先载 那我再去看 那不会特别看的就是你属于高风险族群 OK不知道怎么检查的没关系 App Store在下载以前你往下拉他都有隐私权 他会要求哪些权限你可以下载以前看一下 好这边的话是懒人包跟影片等等 我们看到最多的是我会留意网上看到的讯息的真伪 然后会去做查证OK这个很棒 那第二高的女生的话是你会注意社群平台的安全隐私设定 那第三高的是我会检查讯息的安全设定这很好 那男生的部分也是一样 Line有没有开启letter ceiling letter ceiling是Line的加密 就是你Line传送讯息的时候有没有去做加密 那很高兴看到有女生有14位男生有17位 有开启这个加密功能 你只需要把勾勾打开就可以了 OK那是什么就是它是一个Line的加密机制 那你不用很快输入密码 它会帮你帮你的传送的讯息去做加密 那没有开启的也可以考虑开启 因为你也不会需要外输入任何的密码 好接下来就是很高兴看到大部分人都会使用自己的行动网路上网 所以呢这个是的确是比较安全的行为 公共网路会比较不安全 好那这个是不同平台不同密码 很高兴看到大部分人也是使用不同平台不同密码 那女生这边有一个是我会轮流使用一系列的密码 好一系列的密码也可以只是它的安全性没有像使用不同来的高 因为如果骇客如果你一系列的密码当中有一个密码是外写过的 但你不知道那骇客之后一直用这个密码来try 你各种社交媒体平台的话终于一个会被它try出来 它的风险会稍微大一点点OK 那这个就谢谢大家的评论有没有其他问题没有 密码管理员就不会被窃取的风险吗 还是有可能因为通常窃密都是用骗的 这是取决你会不会被骗 如果你容易被骗你就算密码管理员可能也比较难 但是因为密码管理员通常会在你的本机上 所以那个人除非他进到你的本机 他不太可能直接窃取你的Facebook密码去做的 因为你的Facebook密码可能是一个很复杂的密码 那这个密码是由密码管理员帮你储存的 那这个密码管理员是在你的本机上 那可能他的窃取你的这个密码的风险就会稍微比较低一点 好那时间上的关系我们赶快把一些设定的部分讲一下 好 好这边有一个观念就是 就是成本到底是什么 炸鸡排的成本不是八十块是你的健康 Netflix的成本不是每个月两百七十块而是你的时间 社群媒体不是没有成本而是你的注意力 当你不知道成本是什么的时候 或是某项服务是免费的时候 很有可能你就是那个商品 所以永远有一个隐形的成本 OK Facebook上你的资料会保存多久 本子的部分看完可以发现 他没有写你的资料会保存多久 他写是个案情况而定 然后底下跟你说他们考虑的因素哪些 但是他没有确切跟你说你的资料会保存多久 好 Line呢 那你说除非你请求删除你的账号 本公司将保留你大部分的质询 当你让你删除之后呢 我们还是会依照公司内部规定 跟适用的法规 来保留你的个人资料一段时间 那段时间是多久 不知道 OK 那这边也写说 于适用法规于本公司内部规定 资料保存起 届满后 本公司得以 无法辨识各自当事人的形式 继续保留这个资料 所以说 你上网的东西 透过这些社群面 在传送的东西 记住 他可能就 一直在那 Facebook隐私群去哪里设定 这是Facebook的截图画面 那 笑点的地方就是你个人的大头贴 点一下这个部分 然后再点设定跟隐私 他就会带你到设定隐私这个页面 那这边你就可以看到设定隐私检查 在这个 这个勾勾这边 设定隐私检查 点下去 他会带你到这个画面 这边你可以检查你分享的内容跟对象 别人可以用什么方式找到你 账户安全 你Facebook上的各自资料设定等等 都可以在这边去做设定 但是只是说平常有没有去处理去点而已 OK 那这是他里面的一些详细内容 另外一个是Facebook的隐私中心 也可以在隐私中心里面 去设定你的Facebook 你的Facebook设定里面包含哪些东西 包含的是你的po文 你的动态 有谁可以看得到 谁可以找到你 谁可以跟你联络 这些都可以去做设定 好 投影片之后会给各位 所以这边我就快速的带过 那这边也可以查看你的账号 你的账号里面有什么 他会有你的搜寻记录 你不知道你的Facebook搜寻记录 还会被记下来吧 这边他可以选择保存多久 那如果是预设的话 他会储存你过去一年所有的这个记录 LINE的隐私设定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去看 他在我的账号底下 那这边你就可以看 你是不是允许其他装置登录 你是不是开启多音质验诊 双音质验诊 是不是要使用密码才可以登录 那你也可以来这里看 你登录中的装置有哪些 除了你的手机 还有谁在登录你的账户 那我有电脑登录 所以我这边还会有一台电脑 你也可以透过手机 把登录中的架状子给剃掉 OK 这是一个蛮好用的功能 LINE的隐私设定里面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就是这边的letter sealing 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加密功能 OK 他就会把你的讯息去做加密 那你也可以不允许外部应用程式 来存取LINE的这些资讯 通常我会把它拒绝掉 不然其实你LINE的讯息 LINE的一些收集到个人资讯 外部程式可以拿去做分析 那Instagram一样 它从设定跟隐私 所有东西都从设定隐私去看 这里有账号管理中心 可以去看你的密码 双音质验证 跟入位置等等 这些都可以去做检查 OK 那这边也一样有账号隐私设定 选择公开或不公开 你是我的朋友吗 换句话说 网路上的朋友是认识还是朋友 到底是你认识他 还是他真的是你朋友 那很多时候 骇客可能会创建一个 你的朋友的名字的账号 你家人同事的账号 然后借此来发送一些 骗你的讯息给你 那这当中可能会安插了很多的 恶意连结 或是想要取得你的某些讯息等等 所以这个要小心 网路上所说的朋友 真的是朋友吗 大家要思考一下 那不要看到是正妹就乱加 OK 很多人看到正妹 然后就觉得 正妹跟我聊天叫我好友 然后我就加 然后后续可能 刚开始聊一些无伤大雅的事 后面开始跟你借钱 开始跟你说他很可怜 有的没的 开始叫你投资 OK 好 Threats Threats 其实这个是最近很红的一个议题 它其实是Instagram 同一间公司开发的 所以它的隐私政策 是跟着Instagram走 那Threat 为什么前一阵子那么夯 然后被大家提出 它的安全疑虑的点在于 虽然Threat 已经在一百多个国家上市了 但是它在欧盟还没上市 还没有办法下载 因为欧盟的隐私政策是最严格的 那大家就会怀疑说 为什么 所以这是它主要的症结点 但是Threat的母公司还是Meta 还是就是大家手指的脸书这边 OK 那要不要使用这个东西 其实就看各位 它跟所有的社群媒体平台都一样 现在的唯一的隐私 担忧就是为什么欧盟没有放心 那这一块Threat 自己目前没有出来做说明 OK 这个是TikTok TikTok TikTok 美国一个叫AFPI American First Policy Institute 所做出来的 抖音的这个关联性连结图 那美国跟西方国家 那么反对抖音的原因有一个 第一个就是它收集到的资料 它背后的母公司是自己的跳动 ByteDance 那ByteDance 它有一个公司是在大陆 那大陆有一个法律叫做 如果需要 他们必须提供任何资料给政府单位 那美国就很担心抖音的资料会回传给智杰 智杰如果中共政府要求 它会把这个资料提供给他 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因为它的母公司是直接跳动 那它主要是中国大陆的公司 他们可能会用这个去影响 或用原算法去影响你在TikTok上所看到的东西 比如说它可以在上面发布 诋毁美国的消息 或者是带风向等等 这也是另外一个是西方国家担心的问题 那这就回到我们之前所说的虚假消息 但是虚假消息不论在哪个社群平台 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的 所以最主要还是要靠各位使用者自行的判断 TikTok会储存你的资料多久 恭喜你 它也没有讲 再加上TikTok还写了 它会从其他来源收集你的资讯 所以换句话说 你有没有看到你在右边 你可以使用脸书 Google Line Twitter 这些硕的服务来登入TikTok 恭喜你 当你用这个服务选择登入TikTok的时候 TikTok可以向这些服务 要求取得你的相关个资跟资讯 我们解决一下 技术面 左边这些行为 大家可以当作是一个checklist 来打勾 看看你有没有维持在最新版本 有没有开启MFA 有没有一种网络防读软体 有网络防护的防读软体 使用无红视窗上网 开启通讯软体的加密功能等等 那右边是各位可以自我检视的一些行为 那很重要的是只有技术没有用 你要有安全的行为 才是保证 或者是才是一个比较好的guarantee 让你在上网的时候 不会去悟出一些累去 OK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